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为永生而生 新教会教导我们 上帝创造我们 是为了让我们无私而快乐地生活在天堂直到永远 然而他不能把这种生活强加给我们 所以他首先使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里我们具有自由 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上帝劝导我们采取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所规划的生活永远都是暂时的 但却是形成我们的品性 并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地方 人的本质是灵性的生命 只要它存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上 就会披戴肉体呈现人的形态 虽然到时候肉体会死去 但里面的人却不会 肉体死亡时发生的事情是 人们开始意识到 他们在灵性世界里继续生活 他们在那里和这里一样 都具有人类的结构和外表 灵性世界并未远离 也未脱离这个世界 它是我们死亡时 意识到的另一个层面的觉知 我们所说的死亡 其实是从一个世界 过渡到另一个世界 它和出生一样 都属于神性秩序和设计的内容 通过出生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死亡时 我们轻轻地 进入对灵性世界 有意识的觉知 并将永远生活在那里 人生从婴儿到老迈 无非是从尘世 走向天堂的过程 人生最后一个步骤 是死亡 实际上是生命 从一种状态 过渡到下一种状态 这次鼠天的奥秘 3016节 在这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我现在让你去做 我们去做 我们去做